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煙滅邊界線 好旭哥今天來分享這遊戲啊 版本最強的TD神教可以免費拿 然後這個遊戲 最多里巴馬隱藏版的需要 還有這個遊戲呢 詳細的兌換方式 里巴馬隱藏版需要 還有各種隱藏版的福利總整理 那像是開局呢 有一個轉蛋無限抽 當你轉蛋抽到爽 就是無限刷 那這遊戲呢是那種戰騎士的玩法 很像在玩那個三國之英傑傳啊 三國之曹曹傳那種 比較早期的玩法 還算蠻有趣的 旭哥原本以為是塔房 結果不是 是更早期的那種 三國之英傑傳 然後什麼機器人大戰有沒有 以前在玩那個PS那種早期 那種很早很早的 都是在超級任天堂的時代 超任的時候的 但是遊戲算蠻可愛的 大家可以來玩玩看 大致上是這樣 有沒有很像超任 甚至機器人大戰大家有玩過嗎 有那種感覺 超像 好那我們就進入遊戲了 Let's go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 手優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 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 兌換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那麼進入遊戲 前面的故事劇情 感覺蠻長的 畫面看起來還蠻精緻的 感覺大家可以來慢慢看 誒有妹子啦 重點有出來了 兵器少女 兵器少女 好像在 誒 這是我們的世界聯合國大樓 誒妹子莉塔 這是可以跳過的 我們skip掉好了 那就可以進入遊戲 取名子 你可以選男角女角 差在歐派 女角是黑絲襪的 讚喔 開局來一下 凱撒林 我們直接跳過好了 節省時間 要刷角色啊 刷手抽 然後快速的攻略 前面都記得 直接跳過就好 但是虛哥覺得 你假如要帶路感 還是建議慢慢看個劇情 比較有feel 要戰鬥了 看起來就是塔房型的玩法 塔房啊 回合制啊 結果是回合制啊 不是塔房 蠻意外的 就是那種戰棋 那像三國志 英傑鑽那種 以前英傑鑽那種玩法 結果是戰棋 那是像什麼 機器人大戰啊 三國志 英傑鑽的玩法 哦 蠻意外的 好 那虛哥來講一下 這個遊戲 最新最權 最多組的 禮巴馬 還有隱藏版的 序號 詳細的拿法 那首先 像是有這個 里程 預約獎勵 這邊可以在 郵件領取 這個打開 郵件可以領取嘛 那 禮巴馬的話 他這邊有一個 隱藏版的 序號 好像是Facebook啟程計畫活動 有這個獎勵 在這個 官方的FB粉專 他有一個啟程計畫 有一個活動獎勵 那這邊呢 我們點畫面 主介面的 設置 設置然後點兌換 就可以輸入禮巴馬 兌換碼在這邊 他這個官方FB粉專 我們在這個 湮滅的邊界線 官方FB粉專 還有這個 一些隱藏版的序號 可以拿得到 他這邊有特別講 啟程計畫 那設置 點設置 再點兌換 就可以輸入兌換碼 兌換碼 兌換碼就是禮巴馬 序號 虛寶碼碼 這個是他的獎勵 然後 預約里程啊 這些獎勵 記得也都要去拿一下 這個還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到粉專 那粉專這邊 粉專登錄系統還在維護 反正這個就是大家 他這邊有特別提 獎勵在這邊可以去拿到 好 那最近活動有一些新的 也一起分享好了 好像是可以拿到特殊的五星神角 T0神角 這個基礎關卡通過之後就可以拿到開服的獎益 然後有這五星神角 提格爾 橫蛇 他怎麼那麼念啊 這名字 呵呵 T0神角 很像 蛇都會打擊的那種念法 這什麼東西啊 好 他的活動嘛 然後 只要通關的話呢 像是可以解鎖一些活動 然後會有特殊的四星神角 瑪莉亞K 米哈伊爾 也是一樣很難念 好 這個第二章會 就是入手 接下來呢 每十抽 就任特權 必得一個五星 那這個可以重複抽到爽為止 這個就是轉蛋無限抽啊 就任特權調動器就是轉蛋啊 就是我們一般的轉蛋 只是他的特別的名稱而已 每個遊戲可能設置的不一樣 有些是說什麼招募人才 啊有些是什麼 反正他每個遊戲都可以設置一個名稱啊 啊反正我們就是通稱叫轉蛋 那轉蛋的話呢 就是十抽必中一個五星 然後可以無限抽 所以開局就是可以拿到無限抽啦 那無限抽可以讓你抽到各種你想要的神角 這蠻重要的 然後在開服期間呢 有兩名這個特別的五星陸軍 就是限定角 限定角這兩個他是有時間限定的 就是圍期大概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4月24號到5月22號 兩個都是4月24到5月22號 有少女的貓膩赫爾別特 他是地獄貓 那這邊是戰車 還有這個不落的尖程 瑪莎基洛夫 他也是戰車 兩個一個是輕型驅逐戰車 一個是重型戰車 一個是KV2 一個是地獄貓 這個是限定角 那上面有這個是無限抽嘛 無限抽可以抽到爽 然後下面有限定角 還有本期一些額外的皮膚 一起分享 像是有這個 地獄貓的皮膚 開放時間一樣是4月24到5月22號 然後這個瑪莎基洛夫 KV2的 搖曳血緣的皮膚 一樣是4月24到5月22號 還有這個 二代維修車小老虎 名字也一樣 媽的非常難念 赫拉古納 曼恩特 是要念到什麼時候 這個是4月24到6月19 這個時間比較長 還有瑪莉 鮑爾溫 T1烤肉的秘密 4月24號到6月19 這個是限定的神裝 皮膚 那深度合作的限定神裝有 還有蘭蒂格瑞斯 阿爾凱特 這個是在整人生的名字有夠長 灰熊 4月24號到6月19號 這個限定的造型 那新手一樣在這邊我們看得到有很多 轉蛋卷 吊動卷就是轉蛋卷 再次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搞得很複雜 其實都把同樣的東西 什麼招牧令 什麼吊渡卷 什麼 這些還有什麼什麼星藥啊 什麼挖鉤的 還有什麼 反正就是 最近的轉蛋都可以取很多花樣 其實都同樣 還有什麼靈魂什麼分析靈魂什麼的 挖鉤的 那失扣地 戰車 然後 弗萊爾戰車 這個是可以免費入手 簽到就可以拿到 轉蛋卷 再大量支援 那上面又給轉蛋卷 還有這個轉蛋無限抽 所以基本上 開局大家應該就是 是蠻輕鬆的 然後又提戈爾的 強化 然後支援 重點就是這個轉蛋無限抽啦 那大家只要 刷完在前面就可以一直無限抽了 特選調動 可以 抽到爽為止 好那就分享給他這個遊戲 最完整的福利了